中一天網 吳宗宣 接下最新節目主持棒 日前出席造勢活動 大玩水球 不只玩遊戲 冷在行 光是憲哥一開口就效果十足 報告總經理 這個真的為我們的節目 犧牲射箱 真的 對 是憲哥與吳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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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喂 喂 憲哥 我是說 為我們節目犧牲射箱 這件事能不能不要 好不好 要與如珠的對答 姜氏 老的辣 加上兩岸三地新節目 一個接 一個開 人氣再攀升 也讓憲哥被封為兩岸等亡 我的笑話點就是 虎石之間接蠶宇 每天都是要很開心的 以前不是開發出來說 哎呦 應該刺龍刺鳳 背行刺了一條龍蝦 不是 原來那是一條蠅公 自從他扒胖流 這個都老笑話嘛 對不對 然後一江春水向東流怎麼樣 你還是要去開發出 一些新的東西 才能應應這個時代的規則 只是新節目上檔 剛好碰上暑假 因為酷熱也讓憲哥動未掉 前天的錄影 其實我已經種過一次暑了 回來馬上就種暑 然後整個胃筋暖 我以前這個身體 跟鐵打了一樣 突然間胃筋暖 因為太餓了 天氣太熱就吃不下 就完全沒吃 然後到了宵夜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怎麼那麼餓 好餓好餓 然後就直接刻了個稀飯 稀飯加地瓜 你知道那有多厲害嗎 然後我就地瓜 刻了五六片之多 然後吃得太飽了 結果直接就衝到胃 然後就胃筋暖這樣 拿出綜藝天王的看家本領 相信新節目上檔後 肯定又會掀起畫筋